9号晚上6点多在博弈路的双穹路口附近发生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 由一名理性男子所驾驶的小客车往京城方向行驶的同时 因为不明原因插撞鹿岩石和矮虫花木之后 在撞上一旁的路灯撞击力道非常大 将整只路灯给撞倒了 车头也严重凹陷 索性驾驶仅仅受到轻伤 随后送医接受治疗观察 这起车祸事故发生在下班尖峰时 博弈路上车草往来不断 只看到造势车辆就停在机车道上 车头严重的毁损凹陷 一旁路灯遭到波及撞倒 从撞凹的痕迹来研判 撞击力道相当的强大 幸运的是驾驶不但自行脱困 从和救护人员的对话看来身体似乎没有大碍 有什么东西要拿吗 没有哦 我再把他站好 我再把他站好 我站在上里 这个就一直车 我站在上里 在上 在3月9号晚间 一名理性男子下班后 开车送亲友去坐飞机 返回京城镇的途中 行经博弈路二段 双穹路口附近 那车辆失控 致撞路旁的路灯 那由于撞击力道较大 把一支路灯给撞倒了 整个车头也严重毁损 那幸好驾驶人 有细安全带 又有安全气囊的保护 只有受到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驾驶经过酒册 酒册值是零 那具体的造势原因 由本分局来调查中 警方到场之后 马上对造势驾驶进行酒册 确认酒册值是零 而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驾驶仅仅受到轻伤 研判是驾驶有系上安全带 和车辆安全气囊发生作用 才让驾驶看起来像是毫发无伤一样 就现场的撞击力道是还蛮大的 这部分绝对是有影响的 在我们处理车祸的过程当中 只要有做好这些安全措施 它的损害相对都会减轻很多 那提醒驾驶人 行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 仍然有许多无法预防的意外状况 所以应该要注意车辆的安全状态 那做好系安全带 戴安全帽之类的安全措施 那在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 才能最大程度确保自身的安全 警方表示 这名20岁的理性驾驶在下班之后 开车送亲友搭机 返回途中因不明原因失控自撞 驾驶经过酒册 酒册值是零 具体肇事原因 精神分局后续调查中 请不吝点赞订阅